好像在2月比较多 4月底下这一个 所以做法的话 当然还可以想其他方法看有没有更快吧 如果我不要同个月份的就把它拿掉的话 当然第一个 这个公式变成说A2加1 这个可能要把它减下好了 也许我们改一个 插入一个什么 逻辑判断 所以逻辑的部分的话 逻辑 if if什么呢 if我上面这个储存就A2 所以我用month month是判断他的月份 然后把A2放进来 A2指的是1月1号 就是他上个出生的歌 如果在跟什么比 跟A2加一天之后的月份比 所以如果相比 假如说不等于的话 不等于是这样 小于大于是不等于 这是等于 以后不等于的话一样 不等于 这个VBA也是打下不等于 不等于什么呢 不等于这个A2这个日期 他加了一天之后的结果 如果他加了一天之后 如果一月份不同 比如说这个A2 假设是这个什么 2月28 加了一天就变2月 变3月1号的话 慢死 他变这个得到是2 这个得到是3 如果不相等的话 那就变成没有东西 反之的话 才是帮我做什么A2加1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这是想出来比较简单 看有没有其他逻辑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更简单 欢迎告诉我 OK 然后按了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因为他同个月份 他上面这个加了一天也是 什么 也是1月 所以不会有变化 向下这个1号OK 那向右的话呢 比较会有变化 哪个地方变化 2月29跟3月1号 有没有 看一下 其实是有没有什么错误呢 A2加1 啊 不等于那一定是 应该加1啦 忘记了 直接复忘 忘记了 把它加1天之后 就是那个 他上面那个日期 跟那个加1天之后的日期比一下 看看有没有一样 OK 按确定 这样的话应该向下 向右 哎 有没有 这个就搞定了 这样问题来了 这个 因为他会再跟上面这个日期比 上面呢 应该 理论上应该要给他一个日期 的 可是呢 你却给他一个空的 有没有 空的就是 所以他显示 紧的话就是 错误讯息嘛 然后value就是什么 资料给我错误了 意思说 你不是要曼时 曼时里面应该要给我个日期 结果你给我个空的 那你不是这样子就错误了吗 OK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希望说他出现的话 就变成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再把这个公式减下 不包含等号 利用一个过滤错误的那个函数叫 ifl 把公式贴到value 但是如果他这个意思说 如果他有紧字号开头的所有错误 通通帮我过滤掉变成没有的话 那我就再加一个双顶号 有没有 就是意思说有错误讯息哦 不要出现 变成空的就可以了 按确定 那一样向下填满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在向右填满 到12月的话 底下就就迅速就OK了 这个当然 你会觉得相对麻烦 不过前提就是不希望突发链钢 很多事情就是 我如果不要突发链钢的话 那你势必就是要利用公式来解决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 1月1号到12月31号 里面的礼拜六跟礼拜天 帮我分别挑出来上颜色 比如说礼拜六的话 我可能就是 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深绿色的字 然后用一个浅绿色的底 类似这样 如果礼拜天的话 就是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这个红色的字 然后用一个黄色的底 类似这样 但问题 一个一年总共会有52周 所以52周那怎么办 你如果用突发链钢 你势必要 一个个慢慢做 但问题我们当然不希望突发链钢 所以怎么做 当然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写VBA VBA一定OK 可是另外还有它有内建的功能 叫做设定格式化 新增规则 OK 那新增规则的话 特别是 它里面 有这么多六项 其中一项 跟各位讲 上面这几个都不行 其实比较最厉害的是这个 用公式来决定 那问题来了 什么叫公 公式 其实就是可以利用这上面的这个 function 它的函数 那如果说我要判断是不是礼拜六 礼拜天的话 其实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函数里面的week day 刚刚有用过 week day 那礼拜六的话应该等于多少 有没有 第一天是礼拜天 等于7 所以如果等于7就帮我换个格式 等于1就帮我换个格式 1的话就礼拜天换个格式 可以用这个来做 所以特别注意 提示一下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什么 新增规则 这个方法1 方法2的话是写VBA 那VBA怎么做呢 一样 反正跑回一圈 for i 等于 第二列到最下面 可是这里因为还有什么蓝 所以有for j J的话是第一蓝 到第十二蓝 OK 然后分别帮我全部跑完 如果判断假设里面的 这个 用也是VBA有week day 判断是不是等于7 如果等于7 换个底色 跟换一个字的颜色 我底色好像没有讲过 字的颜色有讲过 有没有 那就可以拿这个来做 那两个方法 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 先把这个 刚刚讲的 所以这个公司在这里 这个 if 慢死 如果你怕做错的话 云端上也有了 这个就一模一样的公司 那底下当然我有补充 方法二这个是用2003以前的方法 因为2003以前 没有if air 所以比较马 只能用if加is air OK 所以你们公司如果还在用2003 可能只能用下面这个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 然后做完之后 再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的把一年内 礼拜六跟礼拜天 设定成不同格式 OK 当然最快的方法 如果还有更快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告诉我 我蛮想知道说 如果有更快的方法 那也许就不用写程式 那如果说真的有的时候 写程式真的是 真的是最不得已的 如果有可以不写程式的方法 也许你可以先用 但是问题是很多工作里面 好像你不写程式 不写VBA 真的就只能土法链钢 如果是这样 那当然你还是要把VBA学好 OK 而且这种机会好像越来越大 以前可能资料不多的时候 反正大家土法链钢就算了 可是现在说真的 哇 资料量多到一个不行 而且纸会越来越多 不可能越来越少 为什么 因为现在 所有的地方都电脑电子化的 电子化所有档案都在 那个电脑里面的 而电脑里面的话又不是纸本作业 而且现在很多也不用纸本的 全部都要 用电脑来输入 所以产生的资料量 会 越来越大 而且现在还有所谓的物联网 所有东西它都会自动产生资料 那这个时候当然要有人去分 要用人分析 那永远来不及 所以一定要用程式来做 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的把礼拜六 礼拜天格式做变化 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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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